冰箱里还有半只墨鱼 今天用它来包个滋润亮汤 提前浸泡半个小时的墨鱼 把它处理干净 今天包的这一款汤 非常适合秋冬季节饮用哦 把墨鱼的这一层膜撕出来 这只墨鱼的个头挺大的 只是半只就有那么多 去以洗净的墨鱼 我们来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的墨鱼块 直接放到砂锅中备用 准备20克的砂身 8个红枣 10克百合 15克的莲子 先给它浸泡一下 准备半斤的猪井骨 冷水下锅 把它焯一下水 放上几块姜片 来点料酒 焯水的时间 我们把药材清洗一下 把红枣的盒去掉 煲汤红枣喉 我们一定要把它去掉 因为它比较炸 洗净的药材 我们一起加入砂锅中 洗好药材 我们猪骨头也焯水好了 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 表面的河沫要把它冲洗干净 洗净的猪骨头 同样加入砂锅中 最后来上几块姜片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锅盖 先调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中火 煲20分钟 我们的汤中火煲了有20分钟了 现在把它调成小火 煲多一个小时 汤已经煲差不多了 一股墨鱼的香味 闻着特别舒服 现在加点胡椒粉 适量的盐 可以关火 给它搅拌一下就可以喝了 大家要记得我们的墨鱼是咸的 所以盐就不用加的太多 这道墨鱼杀生汤就包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汤汁香浓 汁补韵肺 是一道非常适宜秋冬季节的亮汤 而且家中老小都适合饮用哦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